据《环球时报》报道 日前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举办了一场主流民意大联盟记者会 并在会上正式宣布独立参加岛内的2024地区领导人选举 正式参选后 郭台铭会选谁做副手也成了岛内关注的问题 有消息称郭已选定无党级立委高金素梅 而高金素梅本人也似乎做出了回应 在郭台铭宣布参选当天 高金素梅表示 2024年的选举将影响未来台湾的命运 他将投票给符合他期待的参选人 以让台湾基层民众能过上好日子 郭台铭在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前 高金素梅都没有如此表态 而郭台铭参选当天 他却发声称自己将投票 那么高金素梅口中符合他期待的参选人 很有可能就是郭台铭 由此可见 郭台铭虽然独立参选 但支持他的也是大有人在 其之前说的自己是顺应民意才来参选 整合蓝白两营并不是空话 郭台铭强调 他坚信民意永远大于党义 公义永远大于私利 他将参选整合蓝营绿营 只有整合才能胜选 侯友宜结合实际情况 郭台铭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而且眼下他也是能最有可能成功 整合蓝白两营的人选 至于原因先看国民党 众所周知国民党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这么多年来在岛内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成绩 反而是越来越拉跨 谁都比不过 其中国民党予以厚望征兆出来的参选人侯友宜 表现也不尽人意 曾一度丢失民意 不仅比不上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就连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也没比过 赖清德不仅如此 作为声称下架民进党反对台独的国民党 其自己还在与美国有所来往 侯友宜更是在发表不利于两岸关系的言论后 宣布将访问美国 可以说侯友宜这一出把岛内民众的信任给消磨了很多 这让国民党在岛内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降低了 侯友宜和国民党相互拖后腿 指望他们整合蓝白营显然是很有难度的 否则能争早在征召侯友宜的时候 就把柯文哲拉过来一起参选了 柯文哲而民众党和柯文哲 虽然说近段时间其民意升高了一些 但也不是整合得料 毕竟柯文哲有段时间的主张 越来越倾向于民进党那些台独言论 甚至说出要对抗大陆的话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柯文哲不久之前窜访日本 还说过一些带有争议性的话 其中涉及到将钓鱼岛的主权让给日本 也正因如此 柯文哲引起国民党的批评 还有一些台胞也对柯文哲多有批评 那么柯整合蓝白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美台勾结相较之下 郭台铭不仅此前被国民党和民众党争相拉拢 更有一套金门和平宣言 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表现 但他明显是最有机会整合蓝白营的人选 基于这一点 原本有绿媒有关郭台铭参选分散蓝白营选票 赖清德稳了的炒作 也让人觉得 这其实可能对赖清德并没有好处 会让他不稳 不过想让赖清德不稳 还需要郭台铭整合稳了 但问题是 郭台铭也不是能一定整合成功的 毕竟他此前承诺过要帮侯友谊参选 但现在郭台铭却自己独立参选了 祖国统一历史潮流 国民党对郭台铭的参选表示遗憾 并表示希望郭台铭能回到蓝营 帮助侯友谊参选 有蓝营立委甚至直接痛斥郭台铭 所以说郭台铭想要整合蓝白营 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不过就算郭台铭无法整合成功 反而分散选票让赖清德得了好处 使得两岸关系仍然得不到缓和 那么也将引起大陆的必要举措 有利于祖国统一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